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前瞻》 来到新一个星期 希望恒指可以再上高位好吗 因为黑期叫价都在升过百点 很多因素要和大家追踪着 当然要先欢迎我们的嘉宾彭偉新 Hello Cutcher 你好 你好 罗英 是的 我知道你常常追踪指数和资金流向 待会逐步请教你 因素上我们也要和大家讲讲 港股估计都会升过百点左右 大家期待着 明天终于中美元首会有视频峰会 看看会否谈到合作上的话题 当然内地今天稍后会公布 七十大宗城市楼间指数 上个月零售工业固头的数据 当然内地一件大事 就说北交所正式就会开市 当然内房债务的事件继续蔓延 相关因素留意着 融创、雜资等等的因素 我们稍后再讲 同一时间 有传内地会查一下 来到香港上市的网络数据公司 做一个网络安全审查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因素 综合这么多因素下 加上你的技术分析 哪样因素更重要 港股有没有机会再破位 我相信主要是要看数据 因为近期经济状况 内地的经济放缓的情况 是有所加剧的 这个对于整个股票市场 带来的冲击 仍然是持续性长的 因为始终来说 经济数据不行的话 对于整个投资者的气氛来说 都是难免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想现在来说 真的要看数据是怎样的样子 如果那些数据出来 是比市场预期差 是符合不了大家的预期的话 或多或少都会令到 未来这个星期 即使市场真的反弹 反弹空间一定受到 比较大的限制 始终以现在去看 港股外围 包括美股方面 带来的帮助 真的不是很大 反而来说 内地市场一旦见到 比较明显的回调 整个压力又会再出现 我想现在来说 大家都要看着经济数据 发展是怎样的样子 去判断未来的市场的方向 是吗 过往我们都演习过不少次 如果内地经济数据走样 但是担心 就说经济下行的因素 比想象中是厉害的 但是听了这么久 你又对中美元首会面 不是说太大憧憬 现在期指叫价升六十一点左右 是不是都反而担心 风险面 就是向下行的因素据到呢 短期的走势 我们怎么看法呢 其实如果你看回整体中美的关系 我相信不会经过几次的见面 或者一些高级部长级的会面之后 就可以完全解决到的 因为都看到现在拜登的政府的推行政策 就和上任特朗普的政府推行政策 其实那个方向性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 重视现在来说是比较温和 而且也是偏向希望透过不同的方法 去逐步消除所谓的分歧 令到分歧不要越拉越阔 但是始终来说 那个方向性都是以一个针对中国 作为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政策是没有变的 所以会面带来的 或者是透过视像也好 或者是通电做一些谦探 都带不了一些正面的帮助给大市 反而我都觉得现在来说 市场将这些负面消息来说 都消化得七七八八的了 尤其是如果看回整个港股 由7月开始完成的 一底得一底的形态 我们看到同期的RSI 就是由高于一底的形态 是同时出现的 变相我们之前经常说 一个叫做RSI的牛背池 完成了 市有机会见底 就看这一转 市是否真的可以抽上去 因为都看到今次来说 整个指数是26,234点 跌回头的时候 近一次跌下来 去到24,500这些水平附近 都叫做站得稳 在保里加通道的底部 是没有再跌穿 而且最近这两次反弹上去 成功站在20天线的水平附近 能不能够站上去20天线 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够站上去20天线 整个走势就会转回 比较偏强 真真正正出现 是一个叫做 整天都说 就是头肩底的形态 会不会出现呢 起码有一个叫做 是寄望是可以做得到的 暂时都是 继续观察着先 好啊 希望20天市可以冲破 九天刚一晒 又跟着上去 当然 我们今天两大重点要看实 就是一个科技股 一个内房股 科技股为什么要看实 除了按盘 腾讯也有得再升之外 今个星期 他们的重头戏是业绩期 去到16日 就有网易 金山软件 百度 bilibili 最重要是18日 阿里巴巴 京东都陆续公布业绩 虽然大家今次 因为监管因素 对他们期望不大 但如果有少少惊喜 会不会带动他们呢 因为估值都反映了之前 监管因素不少了 其实可以这样看 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一旦业绩比预期好些 当然我都希望 有这样的可能性出现 令到整个市场做好 因为始终现在来说 大家的投资气氛 都比较审慎 如果一旦业绩出来 令到大家有所期待 当然对于整体的科网股 带来的推动作用是挺强的 也都整个市 现在来说 如果不靠科技股去推动的话 其实很难能真正转回上 一个明显向上的形态 变成了业绩都会成为一个推动市上来的趋势 现在来说 大家都是看着 未来的数据之外 业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去帮市 能不能够升上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好啊 暂时高盛预计 如果阿里巴巴来计 经调整利润 第三季度 按年都要跌回2.7% 今天阿里就不算大动 腾讯继续升到 按盘升回2% 靠着它 暂时撑着市 上星期月 那些金融股 有帮国售 暂时按盘升回4% 大科技股来说 都不得不提 什么因素 就是北水 北水似乎有走资动作 上星期五 因为其实北水 走资的情况 上星期五 已经缩下了 20亿多 但当中 集中估着腾讯 15亿多 其次到美团和中心 分别有3亿多的淨资金流出 要问CASTA 大家最现实就是看资金的部署 你见不见到腾讯 或者美团 始终到一定位置 又估出来 有什么意味在 是获利 还是又再度转弱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 应该都是以一个获利为主 始终来说 整个科技类股份 彈上来 这一阵 带着市升上去 摘着主要的阻力区附近 都会令到 有一部分投资者 可能对于整个科技类股份 都是有一些先行获利的动作 始终我估计 这一阵来说 整个市的确确以北水为主 它真是去沽货的 但是我们也看回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究竟是北水 或者是一些欧资 未知 我们反而看到 其实资金面上 仍然都是 叫做买入为主 也都令到整个市况 这一阵弹上来 虽然如果你说成交额来说 去到1300亿 都是不是属于一个很大的数值 比起过去一段时间 每天是说1600亿的成交 的确是缩了 但是资金流入面上 就没有出现一些 比较明显的减退 反而来说 我们都会看回整个 恒指也好 国指也好 甚至科指也好 我们在上个星期来说 都继续看到 三个指数 都是仍有一个 淨的资金流入 这个是对于大市上 的确确还是有一个 叫做成交低 但是支持上升的资金流向 都是正面的数 都是一个 对于整个市况 是利好的一个帮助 好啊 希望北水 还有市场 还有很多其他资金面 就留意着他们的动态 可能反过一点 腾讯就有些北水沽货 不用担心 不过这下期只叫价 升幅缩水到十几点 内房股拖着 因为一堆消息 周末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看报纸 可能都零零头 因为看官媒 再度解读 房地产的政策 就说调控三稳的目标 即是稳地价 稳房价 稳缘期 这些是不会变的 近日的新政策 并非调控基调转松 最紧要看实用创中国 因为比较多些动作 配股 还要减持用创服务 折让大约超过一成 一共套现74亿多 同一时间 其实他们主席 孙宏斌 亦出资大约35亿元 无息借款去支持经营 兼且有传打算出售文化 和旅游资产 其他内房股 都有一些动作 包括花样年 又说传跟债权人谈的时候 提出一年延迟一年还息 和删除一些违约责任相关的约定 澳元就买一些重建项目 还要估计蝕都要卖 佳兆业还停牌 就说停牌中期息 当然今天焦点落在融创细身上 兼且内房股 亦都是跟着拖低下来的 集中看融创 那么多动作 好像要集资 好像水紧都很紧要 其实如果你说融创来说 他们一向的负债是相对比较高的 也都这样去看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当大部分大型的 比如好像3333 他们开始在水紧 短期的资金 没有办法支付到利息的时候 恒大都出来做一些套演 大家都在想 融创他们自本身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高负债的公司 在这个情况的话 会不会都受影响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 整个叫做 融创在今次如果它成功 顺利地进行到一个融资 起码就是说 减低了大家 就是说在短期里面 他们的资金链 就是出现一个断裂的风险 也都去看回 暂时市场对于融创的整体 出现的风险 为了风险 比起其他的股份来说 暂时来说 就不算是特别高的 因为始终都会看到 他们本身来说 是有足够的 短期的资金调动 只不过就是 真的一些债务方面 在那三条红线那里 属于一个集界的情况 甚至可以这样去看 大家可能都会看到 就是说现在 虽然中央在基调上 没有特别放松 但是也都这样讲回 很多不同的 譬如人民银行 各方面都没有很之前 出来大力地打压 其实都可以暂时看回 市况上 整个内房真正正正 可能都叫做 不会再进一步惡化的 可能都会有机会 就是说跌完这一阵 大家都会重新再看回 就是说内房的情况 是仍然可以看回 比较正面一点 好啊 麦克萨给了一个 乐观一点的预测 大家 不过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谈内房股 继续观看期指 现在表现了 我说今天来说 稍稍靠稳 不算倾棋 但是又没有预视 没有克萨预视过百点的升幅 目前来说 升近四十五点 做二万五千三百四十四点 目前有邦 还有科技股里面有腾讯 案盘表现得好一点 拖着的事 依然有些内房和物管股 滑梁之地 碧果园服务中国海外碧桂园 四大跌幅 蓝筹案盘下跌2-3%不等 现在期指成交一千五百多张 继续找上卡查 谈内房股 卡查 刚才你派定深远 相对乐观的预测 有些细节上的东西想再追问你一点点 就是1918 因为它配股也好 配股减持它旗下的融创服务也好 折样幅度都接近一成一那么多 它自己的配股价就是十五个一毫八 那边的集资额都五十亿多 这么大折样去做一个配股 其实对股价都有相当的压力 这一下跌下去 你刚才是比乐观的预测 是不是先救了自己 首先 会不会配完又配这样的情况 你现在怎样解读呢 其实如果你说进行一个配股 而市场是有折样 底下都有投资者愿意去折货的话 其实也都这样去看 就说不是真的那么差的一件事 当然你说股价一定是有个压力 始终来说你就是用一个比较大的折样 一成的折样去进行一个配手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大家可能惯常去理解 就是出来去减绑 当然你减绑减的折样大的话 大家就会将目标价自然向下调 不过你完成了这一次的减绑之后 如果真的没有需要再进一步去加大 减绑的规模 反而我觉得到时的情况 就不是真的那么差 也会看到股价由高位一直跌下来 跌了都超过一半以上 如果你在低位里面完成到这一次的配售 反而这些负面因素 就会慢慢被市场消化了 可能导致有机会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股价参考 对于整体股价上产生负面影响 其实是有限的 15.18就是一个参考位置 如果拿着的朋友 如果走不走好 还是像你所说 股价一定程度上反映 现在要入市呢 其实如果你看在这些水平来说 如果你说拿了的 那当然是不走的 但是如果你说在这些水平来说 未拿货 你又很想买的话 其实可以是等股价偏稳了先 因为很多时候来说 就是说 拿着的股份 即股份不升那段时间 都是一个机会成本来的 如果在一个叫做持货 仍然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成本的情况 反而可以是考虑 就是等那个叫做市况 是稳定回的时候 才再去买回 因为始终现在的整体的内放消息 最近出来是负面的 但是没有之前大家的担心那么强烈的了 现在这些水平来说 大家都是看着整体的估值 去做一个评估 估值够低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叫做 重新再买回 甚至是做一个中线去考虑的一个时间 只是那个叫做 你要持有的时间 就绝对不是说是两三日内 可以升回上去的时机 是的 我知道你资金流向那里 都见到融创相对强的一只股份 有货的不妨持有 不用说这么担心了 除了融创自己受到 配股的消息影响下 就要跌成7%之外 它旗下的物馆就是公司了 1516 今天都低开成接近1成1那么多 物馆的情况 会不会不是那么同呢 Casa 始终短期被人减持的机会多 当然你说减持是会对股价压力来说 产生的影响是有的 始终都大家心里面在盘算 就是他们要做一个集资 集资的方法 要么就是向股东伸手 要么就是减持手上的一些项目 或者一些叫做业务 现在来说似乎去减持用创服务 那个可行性应该是最高的 始终现在来说 大家都是属于看回 有很多的物馆公司来说 他们在过去一段 比较高的增长期的水平之后 现在来说虽然股值回回 下来这些水平 但是如果再有一些叫做卖股权 令到有部份有足够资金去发展 去扩展的公司 它是可以拿到一个很快的增长能力 我相信也是一个叫做 帮到一间叫做物馆公司的一种方法 整体上如果看现在这个 就是叫做低开的情况 有少少的的确确是反映回 大家来说的信心不足这件事 但是我都觉得在现在这样的时间来说 如果要真的去做一个叫做 是买入这个的物馆公司来说 绝对不是看两三个星期 或者是几天的事 因为始终现在的整体发展方向 都是将很大量的叫做项目 可能都会集中在几间比较强的股份手上 完成了那个叫做整个的内防风暴之后 始终来说都是继续有一个比较强的增长能力 始终都是 好啊 即是说一句说了中线的部署 就算你打算追求它 不过说真的 融创服务 是否就是低开成接近1成1 去到十四个七毫六贴近 就是用创中的减持它 折氧配的那个价十四个七毫半 看看是否守得住 看整体行指的开市的情况 都没有令大家失望 高开到110点 上到25437点 见到今天呢 百威亚泰友邦 还有李宁 升幅1至2% 要跌的呢 都是内防物馆 碧桂园服务碧桂园 跌幅两大蓝筹 跌了1至2%左右 总成交97亿多 简单说起来其他内防股 因为Casar你就说乐观 但今天呢 无论内防物馆呢 都是表现比较严 说真的 刚才说过了 官媒又说 上个星期呢 不是说放松政策给你 是继续维持这种政策 变成水紧的情况 大家担心 政策不放松的话 其实会波及到其他内防 甚至乎一些国企等等 背景的内防想收购 都会有阻滞 你怎样看法 其实我相信现在来说 官媒有很多时候 去说的东西 是做一个平衡性质 就多于去预示 所谓的政策面 因为去到现在来说 就是说 你整体内防政策 如果再继续收紧 令到内防公司是没有办法 去拿到足够资金的话 会陆续继续有更加多的内防 无论是说地方性的内防公司也好 甚至是全国性 甚至是地区性的内防公司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还到钱 那破产潮一旦出现 波及的不单止是内防企业 而是说很多不同层面 包括它的上游、钢铁行业、水泥行业 再加上就是说 那个叫做银行那方面 就是做了那么多的借贷 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内地的政策面 是不会说单单就是说 一放松就放松 一收紧就收紧 现在来说就是学一下 一些叫做 是一个管理预期那样东西 那我都相信现在来说 始终都是内防的政策面 就不会再大力地再收紧 否则的话 就是面对着那个的后果 是应该很难去收紧到的 好啊 就是说都 起码都不会说 都会看着情况的 纯粹管理预期 就说Casa 你自己分析了 内防除了资金流强之外 物管呢 其实都可以趁这个跌浪 看看是怎样部署 你选了哪几只呢 和怎样玩法 其实如果你看到 在一个短期里面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 叫做物管公司的部署 可以留意上 譬如说好像是中海物业 碧桂圆服务 旭辉永生 永生服务 这些来说 起码那个叫做能力 去进行併构 就还是挺强的 可以留意上的 好啊 多谢Casa 知道我们时间差不多 我下次再找你详细说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你好 你好 开始速报的时间了 看到恒指今天有号开始 高开180点 之后呢 稍微收窄 已经升到93点 上了25424点 看看恒心科技指数了 今个礼拜就是科技股的业绩期 今天都升到接近百分之一 上了6631点 升近65点 接着看国企指数 今天来说都可以稍微靠稳 升到28点 去回9137点 看看今天内房股都是主角指日 融创中国配股和减持融创服务集资合降 大约74亿元 融创中国折让10.9% 配股集资超过50亿元 今天来说都见到跌幅是超过了百分之四 因为融创现在最深报十六个两毫四 至于融创服务方面 它以每股十四个七毫半 配售1.58亿股的融创服务集资大约23亿多 融创服务目前急射成一乘一 落到十四个六毫六 继续跟进五大活跃 港股最新的情况 融创都是排在头位 跌幅为百分之四个外 距离配股价都比较远些 去回16.16亿元 跌8亿元 只要融创服务 仅随其后跌幅1.1 腾讯升回百分之一个外 有邦保险反弹2% 百度都升回1% 去到167.1 继续追踪着焦点股 看到B仔股 个别向上 特别康熙乐生物 新冠疫苗 获得亚根廷推荐 用作加强劑 今天股价抽升百分之四个外 上到166.6 至于业绩股有新秀 第三季虽算收窄至520万美金 负数亦是调升目标价 最新退到23.25 目前升幅已达到1成过外 上到19元 简单看来 火岩控股 获得立入MSCI 中国小型股指数 今天股价都有支持 升幅超过百分之二 上到2.81 目前正在升7 今晚时间久了 再会 回来节目时间了 身边嘉宾今早有Conita 和大家看着港股市房 Conita早晨 早晨 今早港股高开度 立刻和大家更新 港股最新的表现 恒指今早高开110点 最新胜幅轻轻扩大 升近130点 做25458点 A股都可以向上 上正升到8点 做3547点 深正成分指数都升到4点 做14709点 立刻和Conita看看后市的表现 Conita看到今个星期 很多焦点 大家有憧憬中美关系 会不会有改善 以及未来很多资亡股 都会有业绩 对港股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支持作用 我想中美问题 我不是太大期望 因为今次虽然叫做好 起码都有个视像的对话 但是内容方面 我又不觉得 会有一些很实质的东西 再加上也不会 因为这样 譬如很多都憧憬 会不会在关税方面 有些什么 可以有得谈一下 或者会不会减低等 我觉得其实这个 机会十分之低 如果以目前 拜登对于中国的政策来说 我相信这些政策都不会改变 所以可能会谈一下 就是关于环球现在最主要点的 就是一些减排的因素等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市场 其实可能现在是观望 究竟那个会面是怎么样 或者是叫有少少的憧憬 但实质出来 我不觉得对大市有什么影响 反而你刚才提到的 一些重磅公司的业绩 对今个星期的大市 或者指数来说的影响比较明显一点 看着未来公布的业绩 京东阿里巴巴 今个星期都会出业绩 大家看着 恒指方面就升到131点 最近25459点的位置 再和大家这一节 谈一下半身股 看到淡仔 上个星期都大家察觉一下 出了业绩 自至9月底止半年 收益方面就升到4.3 增加到近12亿 主要都是受惠餐厅的数量 及顾客人均消费增加了 纯利就倒退1成1 跌到1亿3千万 主要受到政府的补贴减少 及上市开支影响 扣了这些因素 其实经调整盈利是增加一倍 香港顾客人均消费都升到1.6 增加到每个人消费由59.5的位置 看到这份业绩出早 今天股价都立即有支持 一直都升到2%以外 你怎么看今次份业绩呢 其实今次份业绩 真是理想的 如果撇除了补贴和上市的开支之外 它有两倍增长 这个正正反映了 它过去这段期间 它开新店 除了香港之外 在海外市场内地各方面 开店变成是带动到增长的 既然早前有杂质 加快回来 譬如它现在说在大湾区 再开分店的话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不过始终我觉得 目前你看到 它那个客户 每个客户的消费 人均消费是有增加的 同时看到它每一次开店的时间 它的换本期都快 只不过就是这一项行业 其实竞争都很大 虽然它有它的品牌 但其实如果你说打入内地也好 或者甚至在香港也好 其实竞争都很大的 所以它怎样可以留住客户 这个是很重要的 估价近期 在业绩公布前已经升了这么多 虽然你说现在升到这些位 比起它上市价三个三户 其实都只是升了一成左右 你说不排除再有机会再升的 不过现在拉着高位 大家入市的话就要看 比较审慎一点 是 都在逼高位的位置 最新有升多了一点 升2.2% 正在升8% 做3.64% 我们谈完些食物的 不如谈谈些穿 因为见到波斯登 就公布了双十一线上的零售额 即买羽勇服 它们羽勇服的线上零售额 就升到一半以上 见到这个数字 加上将来有冬天 会不会有些炒作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你看到 在北方早前一天都很冷 但是叫做它的股价 反而是没有带动 而且还跌了下来 现在你公布了业绩 我觉得股价回来的位置 虽然股值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还是叫做合理 如果它也有一定的品牌在那裡 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些位置 还有一个直播率在那裡 见到今天股价都升到1% 升到6仙做5.84的位置 不如谈对吧 SARS业务上季新签的合约金额 超过7.8个位置 见到这些SARS的相关股份 其实都剩下了一段时间 今天业绩出了之后 股价都叫做有些支持 今次这份业绩 这份成业数据 应该是业数据才对 有没有什么支持作用呢 你说对股价来说 我觉得之前作用是有的 不过就不是太过大 尤其是你刚才提到 整个板块近期 都是比较资金不是焦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有它的数据出来 再加上整个行业的发展 我又不是看得太差 所以你说如果一线那些 互联网平台股如果真的继续升 升到差不多 可能这些二线的 又会成为一些吸纳对象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 有福可以持有 如果你说真的要吸纳的话 也有一个直播率 不过这种股份相对 就你说跟其他那些 如果你说实质一些 业务实质一些 那些 譬如SARS类的股份 这种相对是弱一点 所以变成了 短短的机会是大一点 如果你说基本面 其他SARS类的股份 就会好一点 嗯 其他可能好一点 今天股价都升到2.2% 升4仙最近一个8的位置 再和大家讲一下一些弱股 因为看到康熙乐也有些消息 康熙乐的新冠疫苗 就和阿根廷推荐用作加强制 看到他们就推荐用他们的疫苗为完胜 第一次接种疫苗的程序 最少半年的人就加强接种 包括医疗卫生工作者 或者年纪较大 72岁以上的人 还有些免疫功能较低的人 或者50以上以上 打了滅活疫苗的人 打了疫苗一个月之后 就用康熙乐的疫苗作为一个加强剂 消息一出 康熙乐又马上又有反应 股价都升7%以外 最近171.1的位置 怎样看今次这些加强剂的消息 其实这些消息好像 都会有些疫苗相关的消息出 是啊 其实这些股份 真的要靠着这些消息 就是那些药 最重要的是市场化到 如果你说有些药研发 差不多成功了 这个又有些对股价有帮助 第二就是说现在的药 又可以在阿根廷那里卖 那变成了这些 其实都是对股价是有帮助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只是靠着这个消息 那股价的影响会比较短暂 那不过又看回 整堆这些股票 尤其是可以下这些 都是跌下来近期的低位 所以你说要升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可能 重重蟹货在那里 那你真的要有一些很大的 就是利好消息 否则你现在在说的 都是原来 就是说去生产疫苗消息 只不过多了个市场 还有现在近期你知道 又在说口服疫 那口服疫的消息一出 那这些就相对又会跌 那所以其实直播率就不高 就不要说因为这些消息而高追 但是其实之前 传那些口服药的消息 但是好像大家都有一些消息 对于药会就立即好像很害怕 但是其实对于疫苗来说 其实需求应该都还在 是啊 其实如果来胜些分析 那就是你说口服疫苗 那些是不是这么快 可以应付到现在全球 对于疫苗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还是将它很远 但是投资市场对于 这件事就反应很敏感的 还有就说既然它可以了 那其他的会不会都陆续有可能 真的生产一些口服疫 那大家的焦点 为什么向那边研发的话 那都会有些影响 但是如果以目前疫情的发展 和供求的因素计 其实口服疫就不会说 对这些传统现在做开的疫苗 会有这么大的冲击 嗯 看到呢 又升多了了 康熙奈升8%之外 172.5%的位置 那今天除了康熙奈 其实其他的药股呢 其他的B仔股部分都OK 譬如说康芳生物 药明巨奈都升到4%之外 B仔股现在有想不想得过呢 B仔股其实就真的跌了很多 那你说除了个别 也要看它的基本因素之外 其实整个板块呢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资金 因为一有资金到的话 那对整个板块大起的 就很少看一个个别 那如果你说个别股份 就好像康熙奈 那你有消息率 那当然股价就好些了 那现在就要看 是不是资金 真的这么快又回到这个板块里面 那如果既然开始有些升下 那有货就可以继续持住 先看清楚一点 有货等等先看清楚一点 谈谈一下 看到药明生物方面又升多了 升9%以外 康芳生物药明巨奈 康芳生物都升幅超过半成 45.5%的位置 药明巨奈都升到 买近4% 做14.36% 信达生物都升2% 做76.65% 药明生物都升2.6% 做107.8%的位置 谈完药股 我们不如看看油股 因为看到中海油 都是A股上市获批的消息 都有在 暂时股价三桶油方面 就没太大变化 没什么方向 个别发展 中海油方面就靠稳升2仙 最近8.17%的位置 在A股上市 现在三桶油里面 差距未回去 会不会对股价有什么提振作用 现在似乎对回归A股的消息 反应就真的没有之前那么大 所以我认为 如果现在有这样的消息之下 股价其实不太多 大家就不要对这东西太大的依赖 反而我想要看近期油价的走势 究竟是否对他们的业绩是否有败借动 但是见到如果想做一个保存 三桶油里面选哪个好呢 如果真的看油价 当然883是最敏感度最高的 但是油价去到这些位置 我自己觉得就是 升幅又好像都没有什么动力 而你说如果平衡一点 可能选回中石化 不过整个板块 我自己觉得在这些位置 是几乎有些吸引力 但是我又不觉得 会放大多个资金下去了 好 见到中海油靠稳升一仙 做八个一毫六 中石化方面就偏远一点点 这一节也感谢Konita 和大家的分析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继续节目时间了 见到港股升过百点的一度 可惜之后都脚子远了 现在升幅缩水 升得过六点 做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四点 总成交二百八十三亿多 今早已经提过大家 始终内房股、物管股都被受拖累 始终融创这些 又是有些集资的因素 融创自己跌幅大的百分之六 物管股里面融创服务 跌幅超过一成一 讲真其他内房股 现在逐步估价增强 恒指中 蓝筹跌幅大的 都是由内房物管股包办 包括碑桂园、碑桂园服务 华人至地中海外 这些跌幅2至4% 跌幅四大蓝筹 至于若股相对 逆时又得升 见到若荣生物 升幅接近2% 阿里健康也是 但1% 现在升幅收窄 个别的B仔股上升 刚才琪琪都提了大家 比如腾星、康熙乐生物 都升幅超过一成 二栋股还有个别的光伏股 比如保理协欣升幅5% 但中资金融股、教育股 个别都有一些回套 科技股里面 腾讯比较高一点 升大约2% 其他都很个别 有邦叫蛋花2% 暂时是升幅最大的蓝筹 好 看看其他蓝筹股的表现 今天来说 都见到 汇丰跌回3毛 去回45元 是有邦可以上回来 去回85.15元 升回19.95元 终于没有移动 就在47.45元 徘徊的港交所跌回 回气回量 这下听下家庭观众电话 找Konita出来解答她的问题 吴小姐在电话旁边 吴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早安 吴小姐 怎样帮到你 早安 是 请说 我想问一下 2252的运创机器人 运创机器人 现在都在延续声势 怎样呢 抽眉还是怎样呢 我未有货 不过我对这股股 我比较喜欢这股股 我想问一下 什么价位可以进入 原来是这样 就升了一大段 不过图形挺漂亮的 Konita 建不建议这一下买入呢 其实就 如果看回 由44个多 上市 升到上来 现在都 升了差不多四五成了 所以如果你说 本身的业务 是很大的买点 你知道现在微仓手术 对他们的设备 需求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股份 现在这样升了上来 如果你现在才去追货 和你自己觉得 这只股份是太好的 你要先控制住码 就不要说现在才折大住去买 因为这些股份 除了看基本因素之外 半身股很多时候 究竟它是不是一直炒上去 就迫着大家去追货 还是真的升到差不多 就真的可能又开始有些套利 这个是比较难去掌握的 凡是这些半身股 所以其实也不排除它 真的继续上去 所以我想你先控制住码 分段来买 就算到时再升 你才再隔住 看看会不会这样的部署 部署会好些 因为我就觉得 如果现在追货 其实是高的 但是你少住去跟住 才可以任务防 是的 上个星期 其实它不断破顶 就吸引大家眼球 Konita 技巧上讲多一点点 譬如上个星期 63.8 是不是今天要破到 就证明它的强势才行 因为之前就试过破不了 一支大阳烛两天调整才再上 应该参考什么位置 给多些指示给家庭观众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说看 这些半身股 尤其是都上市 都不够十天 那这些你的图 其实我觉得参考作用 就不太大 反而刚才提到 第一是基本面 第二是说究竟那些资金的因素 是影响大一点 因为你本身股究竟那些资金 是怎样走 是不是真的你上市的时间 很多都没有 就是今次它的反应都比预期差 如果你说市旺的时间 这些那么强概念的股份 其实超额倍数应该就很多 所以现在变了 这些货会不会大家上市的时间 信心又不大 你第一天都不算升得多 你自然那些货 可能会被它握了出去 就是你见这样 市又这样 不如先沽了 所以之后才升了上来 所以其实半身股 就是要看很多这些 不是说比较做具上掌握到的东西 所以我便佔了我正话所说 你如果真的有看对的 这些股份就随时可能再上去 那你便先买住部分 好啊 今天真是破不了之前 暂时破不了之前 63.8个位置 一下子都叫做出了少少阴烛出来 63.5元之后 幸福收窄 那就留意着 好 接着听到李小姐有什么 请你谈一下李小姐你好 早晨李小姐 可以听着电话 李小姐 好 你好 我想换一百一两小米 小米 买了 三个半又有 二十元一户钱又有 我想换洪小姐 想换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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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其实李小姐 你分了两处买了 其实李小姐 李小姐 都算接近期的低位了 当然他曾经穿过二十元 接着就上回来 如果说基本因素 其实大家都是 说他的手机销售 近期因为华为下面出了一只手机 似乎反应不错 所以对他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威胁 第一就是说他又投资在新能源车 那会不会在这方面呢 就令到资金需求很大呢 所以股价其实跌下来 我相信都是和这些原因是有关 如果你平均呢 我想大概你二十二元左右 那我建议你可以继续持住 再 如果你说真的要止蝕的话 都是要拿回 就是二十元的位置 如果要再穿 下去之前的位置 十九戶抹了那些位置 那我建议你不如 要么减一减磅 要么止蝕 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回上去呢 我想上去二十三元左右的位置 这个是短期的走势 跟着下来 究竟股价再会上升呢 那就要看一下 究竟他未来 有没有业绩上会是怎样 和看管理层有什么新的消息 好啊 即是说都 看到图就慢慢有个箱底回升 而且呢 未来都是二十三号左右 就会有业绩出 近日呢 都陆续挨沽那个状态 希望都反映了些不理因素 止住一些弱势 今天呢 上回21.25元 慢慢等下 还有希望 继续呢 就还有其他的资源股呢 家庭观众 和谭小姐关心些金股 Cornita 指金呢 二八九九 短炒 他想着 就应该什么价位入好些呢 短炒 其实呢 他的股价呢 我相信都是十元 十二元的位置上落 虽然近期金价呢 即是港席金价 都上回来一千八百多元 但是都抑了很久 才上回来的位 还有就是说你看到那些金股呢 又不是完全跟着那些金价的 因为就算紫金也好 他除了金之外 也有图 第二呢 也要看下 究竟他开彩的成本是怎样 所以就不一定呢 是完全跟着那股价 跟着那金价 所以暂时看来呢 都是十一 十元 十二元 这位上落 那你看下 会不会在这些位置 你觉得直播 如果你说 十个零七 现在这位去买 那说上面呢 如果十一元 十二元的话 都是说一成多些 那看你觉得值不值得 那如果到时真的 如果穿回去 最要定个指示位 就是九个八点位 如果到时穿了 那你才算算 讲讲 就是最近金价上 大家在想 为通胀的情况 就是逐步加剧 就是看一下金价那方面 会不会再破一些高位 当然买紫金 不单止看这个因素 看同价 现在发行银行 估计明年金价有机会上网 一千九百五十美金 就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好 跟着还有May 想请教Conita Conita 你好 都要回答May的电话 May 你好 喂 你好 是 怎样帮到你 May 海底统 二十七元日了 是 是 是想混货 还是 浮走 还是慢慢等 是的 那是弱势未止 都很投行 是否怎样教路好呢 Conita 现在还要不要加注 其实我觉得不要加注 因为第一个势弱 第一个势弱 到底上次十九个三的位 是否真的见底 现在似乎都仍在试下来 看看究竟那些位 是否真的可以搜到 而我想最主要就是 在业务方面 之前拓占得太快了 所以变成 现在就开始要删 关店 加上之前的食物问题 都会影响着品牌 所以我想 如果你有二十七元有货 距离现在的价格 就真是低了一点 我觉得 如果你就算拿着也好 你等它反弹 看看会不会真的 消化完之后 有没有机会反弹高一点 上次其实最多 都是反弹上去 即是二十三元左右 有些位置又见到行人子 二十三个岭那些位置 看看会不会去到那些位置才退 如果你说现在这个阶段 我见到你先拿着 溝货就似乎 就风险增加高一点 是啊 就之前配原股 那时二十三年 都是失手了配股价 就是影真弱 似乎都要稳稳稳稳稳 不要乱加住 今天都是稍微靠穩 好 搭上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 你好 Hello 劉宁 早晨 兩位支持 请神好 我想请教那只981中心 但是那个业绩不是不收货 是否因为CO的问题 那怎样呢 我建设Cognita 我想买入 麻烦你指教我什么位置 麻烦你一下Cognita 是啊 其实如果说业绩 甚至乎它未来 下一季的业务目标 这个数字 其实都漂亮的 就好像你刚才所说 你也留意到就是管理层的因素 大家对于其实之前一年才说 就是换个人 现在一年又再有个人事变动 大家的信息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我想股价其实都反映着 这些因素了 现在要看的呢 就是说看了人事变动 之后股价跌了下来 现在要看的是 基本因素了 它自己本身生产的那些晶片 其实市场需求真的很大 现在根本是供不应求 还有那些价格又升到 所以股价其实之前那阵升 都是跟这个原因有关 如果你说 你都是想着短炒的 我觉得其实这些位置都有直博的 就是22元 照22个岭的位置 其实都有直博 但是你要控制着风险的话 如果穿了20元 那我会退 我就会把止损位定得低些 凡是这类型波动比较大的股份 所以留意 上面上回去 就是24元 24个岭 都有机会 因为现在看到 同业来计 其实整体股价表现都不差 好 即管可以抠下 管理层大地震 看看有没有将一步解释出来 虽然市场不太收货 留意着 谢谢既然今天的分析 曼恒之一到D 现在靠晚饭 稍后回来再跟